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他說 實驗時某一組同學用紙尺測量一支鉛筆 它的長度 總共測量了7次 測量以後平均起來 測量的9筆數據 經組員計算後得到平均值是10.7575公分 標準差是0.07588公分 第一個,太陽裡求它的不確定度 不確定度的話,我們就代公式 不確定度等於多少? 等於是根號m 無條件淨位取兩位有效輸入 正好這個是3,根號9是3 所以是3多少呢 0.07588 然後給他這個 算一下 算一下的話 這個是0.07588 除以3 這個 等於多少呢 0.02529 這是 0.02529 點點點 無條件淨位 取兩位有效輸入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 約等於多少? 0.025 所以這個 0.126 不條件淨位 不條件淨位 所以這U的話 計成什麼呢? 計成這個0.026 這個就是他的這個 這個不確定度 所以 這個不確定度的話 等於多少? 等於 0.026 不確定度 0.026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 最佳估計 最佳估計的話 這個呢 他的後面的位數 要取成跟他對齊 小數點 第3位 所以你要取到 小數點 第3位 第4位 45 45 就是 10.758 所以他的那個最佳估計值 是 10.758 那麼他的這個 測量結果 測量結果就是 最佳估計值 就是 這個單位是 公分 公分 這個單位是公分 所以他測量值的話呢 是最佳估計值是 10.758 加減多少呢 加減這個 不確定度是 0.026 公分 這個單位是 這個單位是 10.758 026 026 026 7 3 8 9 026